从这儿走 交通局的这三楼车 这老外的妹子拿着纸盘 老外这些东西没法吃 想想这次去洛杉矶也挺有意思 像逃跑一样回来了 我甚至半夜就是想从那儿离开 你看当时我就查那个机票 我查回旧行山的航班 没有时间太好的了 我就因为从洛杉矶回旧行山的这个飞机 班次也不少 但是我用的是叫什么Frontier Airline 边疆航空 之前五月份的时候 我曾经订机票和酒店去纽约 结果感冒了就取消了 订的是Frontier Airline 边疆航空的这个机票 当时花了是360美元吧 往返的机票 完了因为退票了嘛 我取消行程了 然后他就扣了200美元作为手续费对吧 剩下的160美元左右吧 就退给我了 但是不是退的现金 是退的那个叫Credit 信用分 C-R-E-D-I-T Code信用 例子说你在一年之内可以 把这个160美元的信用分花掉 按照160你可以在这儿订票 所以我就订了这个Frontier Airline的这个机票 我去的时候是用的这个信用分用了是82美元多 然后结果再往回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好的航班了 时间不太好 我就搜这个灰狗 搜灰狗呢 灰狗车次比较多 但是我印象里 洛杉矶灰狗站 并不是在这个什么 洛杉矶的Union Station Union Station 洛杉矶市中心的这么一个挺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啊 前些年我去洛杉矶的时候 当然Union Station是一个小的惠狗站的接客点 但是它不是总站 结果之前那个怎么也说不到了 反复说也说不到 反正总是显示洛杉矶的惠狗站是在Union Station 后来我就搜Union Station 搜到了 有一个是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发车的 我就觉得下午四点到洛杉矶 到回旧金山 到旧金山 你看这是万圣节的这个装饰物啊 我就订那个了 我当时我就下订单了 就是 我那个 就是刷的信用卡 就是五十多美元 就是订了 订了之后呢 觉得不对 因为半夜吧那时候 那是半夜十二点多 我想直接我就订完票我就走 对吧 我想要把那几本英汉 反来词典留给那位朋友 让他自己研究 我就走了 我就帮不了他了 因为他说的一些情况 跟材料所反映的不一样啊 我就要赶紧脱身 但是那位朋友已经休息了 他就休息 睡眠不好 他又吃退黑素 他已经睡着了啊 所以说我就在客厅 我那个手机充电头没带 还是丢了呀 我就用他那个客厅 那个沙发边上的USB的那块充电口 给手机充电 给手机充电 给我的移动WiFi充电 对吧 一边等着他 我就想着 我想我就直接我就走了得了 对吧 我把那个行李 我的双肩杯都准备好了 都打好包了 订好票 但是想还走不出去 因为他这个门呢 是这个门你出 肯定能出去他这个房子 对吧 但是他这个房子外边就是个门厅 门厅外边是个大绝联门 那种电动绝联门 门厅里停着两辆大越野车 对吧 然后我必须得打开绝联门 绕过越野车才能出去 一大绝联门的话 他肯定哇哇响 对吧 这也不好 像小偷一样 而且他这个小区 有那什么保安巡逻 对吧 大门可能也出不去 怎么着 跟监狱一样 跟个集中营 我觉得他这就是个集中营啊 我就不喜欢那种 那种被囚禁的感觉 对吧 被囚禁 而且让我特别静 静得可怕 对吧 所以我想算了吧 我就赶紧又退票 又把这个灰狗 这个50吨美元 因为是刚订票就退票 所以他也没有扣手续费 之前我也曾经 在灰狗订过这个车票 但是因为过了几个小时 又退票嘛 结果他扣了一多半的钱吧 好像是这样 一年之内可以把这个钱花出去 就是意思 这是八宝啊 这是 然后我就把这个票退了 我就想啥吧 那我就只能等着他 牙一咬心横 就等着天亮 等他睡醒了 跟他大大方方说再见吧 后来我就 在客厅等着他 守住在兔吧 完了中途 他的闺女下楼 然后说要去上学 我说 我说注意安全这样的 打个招呼 然后我就接着等 后来一直到天亮之后 差不多都七八点钟了吧 他发微信 他们你睡醒了 我说 你可以在冰箱拿吃的 我说行 谢谢 我说你休息吧 你先睡吧 他说我再命了一会儿 我这吃药了 他命了一会儿 我说你睡吧 后来到了差不多八点多 他拿一个笔记本电脑下楼了 他说这是给你用的电脑 我说是这样 我说我就回去了 我说我旧金山好多事 我说没有 有个同学 他在圣地亚哥 他要来旧金山 他在圣地亚哥送孩子上学 他要来北加州 这就是吧 到这看一看 我得赶紧回去 我说你这个案件呢 我已经 昨天晚上已经看了材料了 已经给你了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意见 我就回去了 我说你就继续用你之前的律师 把这个材料完善一下就行了 然后他说 好 那好吧 那就回吧 然后他就 从冰箱拿了一个大牛油果给我 牛油果吃吧 又给我拿一小杯酸奶 老北京酸奶 然后他也就 四个酸奶咔咔喝 他说 那我送你去公司吧 这样的 我说不用 我说你就 我就跟你道别一下 其实 其实我都不想跟他道别 你们门开不开吗 之前啊 完了 完了后来 后来他说 那啥 我带你去公司吧 没事 我带你去公司吧 其实我说回去呢 他也没有再 再深挽留 因为我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我能表达的意见 已经说的 我就 我就这么大能耐了 意思是啊 我说这个字典呢 就留给你 这几本字典 你可以查一些法律术语 因为你就打关子 可能学很久 他说你不用吗 我说我可以再买 没事 我说你用吧 我说穿压器也给你拿的 你和你女儿用吗 这样的啊 然后他说字典你拿回去吧 字典 我就用不着 我用XGPT查就行 我说是吗 我说你如果实在用不着 我拿回去 完了我就把那个 四本字典拿回来了 三本硬汉法律字典 其中一本是原兆英美法字典 另外两本是英汉法律大字典 北大出版社的 出版的 还有一个送来一边的啊 还有一个是朗文高阶 英汉双决字典 就是这样 嗯 诶 到这工程看看吧 到这打个卡 完了后来他就开车 到他们单位 他说我送你去灰果站 我说不用 我说你就上班吧 你上班别迟到 我说那你早餐 你就吃这个就行吗 就是也不做点什么中式早餐呀 他说不 后来他就道别了啊 就是这样 我就很庆幸啊 就是感觉一种逃离莫哭的感觉啊 我不喜欢谎言 我觉得人应该 实事就是对吧 就是 虽然我能够帮他分析一些事情 但是他说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 结果 有好多信息是反的 对吧 这个是很恐怖的 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做律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 有的当事人他不跟你说真话 他说的话有很多是水分 你基于他所说的这些带有很大水分的内容去做判断 他判断肯定会出偏差 甚至跟事实上相反 对吧 他这个就是 就是按照之前的描述的 他是个受害者 但是我看到材料之后呢 他反而是个加害方 怪不得他不愿意通过微信呀 或者通过email发给我这个拍摄件 我说你可以发给我 我看一下 我在路上什么看一下 因为他之前说他有什么自杀 他说前几天差点自杀 我就想 哎呀他别真寻短件 我来赶紧过飞过来去救救他 这样 结果没想到 我觉得就是个骗局 所以其实有些人什么动辄说要什么 这个什么轻声 那个轻声可能都是忽悠人的 动车说想不开的 说什么叫寻短件的 都是忽悠人的 对不对